下面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 人民主权学说呢是卢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虽然卢梭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人民主权学说的人 但是呢他对人民主权学说的做出了一种最为系统和深刻的一种论证 简单说来呢卢梭的论证方式啊 就是将主权公义和人民三者呢整合在一起 卢梭认为呢主权实际上是由公义所构成的 由于公义啊显示为一个集体的生命 因此呢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公义永远以维护和促进公共幸福 为根本的关怀 因此呢他所承载的主权便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 按照卢梭的看法 在公共生活当中啊 当公义以大我的形式呈现为统一的道德人格时 就是人民 经过卢梭的努力啊 人民主权替代了君主主权 在政治发展史上 这一替代的重要意义 不仅在于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指导 还在于呢为整个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一种价值的基础 可是呢作为主权者的人民 能否在操作意义上亲自治理国家呢 一旦面对这样的问题啊 卢梭的民主理论就不仅显示出理想化的色彩 而且呢还具有那种不切实际的浪漫色彩 卢梭认为主权的特征有三点 第一呢主权是不可转让的 因为呀任何形式的转让都意味着非北原性和可变动性 倘若如此啊主权也就不是主权了 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一个有意志的集体人格 人民要是像某一个人或者团体呀转让了主权 这就等于出卖了自己的意志 选择和认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 第二呢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呢承载主权的公义既然在道德上是完美的 也在表达上是完整的 分割一个完美的东西啊只能使它变得糟糕 如果我们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编列在一起分而置之 那么这就等于啊把主权者变成了 由若干残肢所拼凑起来的怪物 卢梭呢曾经批判过孟诺斯丘等人的分权学说 认为主权它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道德人格 立法权行政权还有司法权等权力啊 它是由主权所派生出来的 它本身呢并不是主权的组成部分 第三呢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 因为那种源自公义的声音 一旦经过中间人的传达 就很可能遭到曲解 甚至呢被遮蔽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啊 戴一智只不过是民主衰败的象征而已 戴一智的实质在于呢 人民仅仅在选代表的时候才是自由的 一旦代表上任了 人民就立刻沦为顺从的奴隶 卢梭认为戴一智只会使人丧失自由和尊严 一旦呢他对古希腊还有古罗马的直接民主制度啊 大家赞扬 直接民主制之所以对卢梭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原因可能在于呢 卢梭对其出生地 真的把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童年记忆 总之呢在卢梭那里 主权的基本特征是 主权是不能转让的 不可分割的 还有呢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 卢梭强调人民必须直接行使主权 一方面与霍布斯的专制主张不同 卢梭呢并没有将人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而是将人民完全纳入到政治生活之中 另一方面与洛克的自由主义不同 卢梭呢不仅让人民参与 议会代表的选举 更让人民参与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 卢梭强调 无论在权力的归属方面 还是在权力的行使方面 人民呢是不可或缺的主题 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因此人民自己制定法律 自己安排政府 自己治理国家的直接民主制 就成为了卢梭心目中最理想的政体类型 在此呢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卢梭对政体的看法 卢梭对政体的划分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但是呢与亚里士多德也有不同的地方 卢梭根据掌握权力人数的多寡 把政体分为三种 也就是民主制 贵族制和君主制 在这一点上呢 卢梭类似于亚里士多德 但是卢梭所说的权力呢 是政府的权力 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高的权力 在卢梭看来呢 最高的权力啊 他要始终掌握在主权者的手中 同时呢 卢梭还强调 民主制 贵族制和君主制 这三种政体呀 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国家 而君主制呢 只适宜于富饿的国家 贵族制呢 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比较失踪的国家 而民主制呢 则适宜于小而贫困的国家 卢梭认为 历史上并不存在着真正的民主制 因为呢 民主制的条件啊 本身是非常苛刻的 这样一种理想政体的确立 维持和良好运作 在根本上需要依赖四个条件 第一呢 国家规模要小 不能太大 人民忠于集会 能够认识所有其他的公民 第二呢 社会风尚要淳朴 以免发生繁杂的事物 和不易解决的争论 第三 民众的地位和财产 要高度的平等 第四呢 生活不要太奢侈 要避免奢侈呢 刺激贪欲 腐蚀人性 卢梭 理想中的国家形态 是一个小国寡民 公民拥有很高的道德品质 公民的财富状况 要大体上相当 不存在赤贫居负的状况 很显然呢 卢梭关于理想政治蓝图的设计 在形式上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共和国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古希腊城邦的身影 也可以看到卢梭的故乡 之内瓦的烙印 卢梭强调公民品德的重要性 公民呢 亲自参与公共事务 比如公民参军去保卫祖国 而不是花钱 让共同军去替他们打仗 去服役 卢梭认为呢 自由意味着自主和自我控制 个人成为自己意志和行动的主人 这种自由啊 应当来说呢 比较接近于柏林所说的那种积极自由 卢梭对人民主权的论证啊 为现代民主政治确立了一条根本的原则 对直接民主制的推崇 隐含着对政府官员的个人意志 和政府组织的团体意志的不信任和防范 然而呢 卢梭最终没有找到 能够真正实现公义的现实途径 卢梭在近代西方第一次将主权赋予人民 完整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 我们需要再次注意的是 人民主权原则固然很美好 然而呢 抽象的人民主权 有时候呢 也会变成少数人 进行恐怖统治的借口 人民呢 也会在追求人民主权的过程当中 会陷入奴役状态 而自己本身并不知道 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 抽象的人民主权 容易变成少数人 进行专制统治的借口 第二呢 抽象的人民主权 还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同学们 本讲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